实际上是要再更紧 就算翘班出来 也要把雪链的绑法给学会 为了周末做准备 这一次的寒流来 市匆匆一听说 阳明山有可能会下雪 这些轮胎行瞬间挤满了车主 短短三个小时 雪链就租出去15条 刚刚就是很忙 就是因为要教他们 不是只有卖 剩下这两组而已 这两组是特大的 但当心挂了雪链却上不了山 因为交通局将依照下雪情况 进行三阶段交管 如果是阳津公路先开始下雪的话 有可能在101甲县 还有中湖站贝道 就会率先进行交通管制 第二阶段是大屯山 七星山 晴天岡等地下雪的话 包含阳津公路 胜利街中心路会进行管制 最后一个阶段 如果是文化大学 还有这边中山楼下雪的话 就有可能会在行义路 还有全员路口 甚至是阳德大道进行管制 如果不想花钱租雪链 或是塞车人几人 就选择搭乘交通运输工具 这些景点公车都可以到 还能看到雪景 七星山主峰最有可能 第二个大屯山驻航台 再来二子平跟七星山公园 最后孟幻湖 下雪时间最快是周六晚上 到六号凌晨 孟幻湖那个地带有没有 看过去整个七星山 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它公车可以到得了 然后看完雪之后 附近还有公共澡堂 持续超过100个小时的 马拉松市酷寒水气充足 也让阳明山下雪几率大幅提升 台北市民有机会 能够再次就近一堵雪景 节拍两周一节 台湾报道